脸贴人家冷屁股嘛 心里到底是有什么委屈啊 可能心里有一些委屈 可是也有可能其中有一些误会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刚才说热脸贴人家冷屁股 究竟是不是冷屁股 因为就我所知 我们这一批往南向的国家送口罩 通常是对方有要求我们才送 所以呢 如果是对方提出了要求我们而送 怎么可以说是我们热脸贴冷屁股 就是他们有些人比较冷 那这个比较冷的 这个总理夫人何金 其实我觉得他个性应该是比较那种 可能很快就是要把一些事情 想要说出口 因为大家如果对于口罩事前 还有些记忆啊 事实上何金在稍早前啊 当时我们台湾呢 为了避免我们的口罩的产能不足 为了避免我们台湾的民众 没有口罩可以戴 所以我们暂停我们的口罩出口 开始征用我们的口罩生产线之后 何金就曾经在他的社群贴出说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我们 新加坡的产线搬回来 所以他那个时候当时就对我们 停止这个口罩出口这件事 其实应该颇有为辞 因为他会觉得 这两条新加坡的产线 那如果你扣住我们怎么办呢 那事实上在他发出这样讯息的没多久 其实新加坡确实也就把他们的 两条生产线搬回新加坡了 因为他当时并不是台湾征用的范围 一 他并不是台湾厂商 他是新加坡商 所以当时呢确实在2月20几号 他们就把这个产线搬回去 可是可能在该国的部分民众的心中会觉得 台湾人不就是绑架了我们的这个口罩生产线 然后呢先不让他出口 然后生产完之后 确保自己都够用了 才来给我们 所以可能会发出这样 那现在我是要讲什么 可是一切都是误会 因为你们的生产线两条 其实当时就已经搬回去了 所以台湾并没有去扣住了新加坡的口罩生产线 那第一时间不给出口还不含这两条生产线 并不包刮 因为他们生产的管车 完全不包刮 对 因为他们新加坡有什么事啊 对 所以当时或许他们有那样的一个杂音 以为说我们停止出口包刮他们新加坡 所以他们就发出这样的讯息 所以这个期间就会变成说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你们绑架了我们的生产线 然后把多出来口罩给我们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所以可能这样就发出这个呃 我们就想说呃之前可能要先想清楚 而且他身份地位不一样 对 可是虽然说他这个呃呃的有点不清楚 但是你必须说他们被排在这个第二安全的国家 也是有相当的道理 新加坡很厉害 他虽然爆发了很多起本土 包括当时在军越的 应该是军越对 就乌节路的那家酒店 他爆发的那个外商公司的群聚 或者他们一家中药行的群聚 他们常常那一店都很快都可以找出来 后来你知道为什么 其实他们呢有一个很厉害的APP 这个APP呢叫Trust Together Trust Together是怎么呢 就是如果我跟惠敏 我们两个都有装这个APP 打开我们蓝牙 我们走在路上 有一天某一个人生病了 我们两个可能 其实都跟这两个人 跟这个人曾经接触过 可以看我们的APP就知道 我们有没有碰到过这个人 因为在一定的距离之内 他会帮你记录你曾经接触 在你的短距离里面有哪些人 他把他记录起来21天 这隐私都没有呢 可是他的意思是 你需要疫调的时候才要拿出来 他并不会那个 就是说他是存在 他的说法是这样 就是他存在你的这个 你自己的手机里面 可是到时候如果说 有一天我今天我发 比如说我是杰西 我杰西我被发现说 啊怎么办我确诊了 照看我的手机就知道 这21天之内曾经 谁跟我在一定的距离里面出现 我就可以马上那个 好可怕 又厉害又可怕 对又厉害又可怕 就是科学的迷人之处 但是有时候也必须注意到 人权的侵犯之处 我来说两天那边